当前,军官无论是陆军,海军,空军,还是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的,转业时主要有两种安置方式,一是计划安置,一是自主则写。 这两种安置方式,转业时转业费用结算会略有不同,拿到的钱也有所差别。 下面一一为大家介绍解读。 第一部分,计划分配军官的转业费用结算选择计划分配的转业干部,其转业费用结算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转业费,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社会保险。 第一,转业费转业费主要,由安家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两部分组成,临续支铃不满八年的干部和执行地方公司标准的干部,转业时只发给安家补助费,不发给生活补助费,发放生活补助费最高不超过16个月的本人员工资。 这里的员工资指的是基本工资,击发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补助费的军领时间位,从批准参军之日起,至下达转业命令时止。 二次入伍的干部,第一次入伍的军领,不击发安家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原在地方工作的时间,不得按净击击发安家和生活补助费,以地安置的。 计算转业备时,还可按现行应供出差,和交动的标准和消差领备,转业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等,还可以增罚安家补助费,转业备具体情况,建图表一。 零二,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军官转业退出现一时,在腾退军产住房,及公寓房,后,所在单位因一次性支付其个人账户中的住房补贴及公积金预额,扶,扶双方就为军人的,转业复员一方,为承租军产住房的,可以支取一方的住房补贴及公积金。 军人转业时,个人的住房资金,由本人提出支取申请,在其与住房管理单位,签订成退协议且支取申请,经上级财务,营房部门审核批准后,依次性发放给个人。 零三,社会保险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一,军人退役医疗保险,由财务部门填写,支援退役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转移评证交给本人,并及时将本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从银行会至接收埃至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收埃至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收到丹麦,或者退役医疗原本人提供的转移评证后,20天内,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的有关规定, 为退役军人建立或续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军人退出现一时,按照国家规定,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所在单位后勤财务部门。 填军官,文职干部和事官退役医疗保险经济付表,将个人账户资金发给个人,军人退役医疗保险内计局额,具体可到所在单位财务部门查询,工资单明细上也会有所显示,每月标准参见图表2,2,养老保险。 针对转业干部的军林时通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其付现役期间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再退役时转入安置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计算办法为,军官,文职干部和事官,按本人付现役,期间各年度月缴账费公资20%的总和计算,义务宾和供给制学员,按本人退出现役时当年下试月缴账费公资, 提点标准的20%,乘以付现役月数计算,其中,12%作为单位缴费,8%作为费人缴费,三,职业年金,依据后裁20151726号,后裁20151727号文件规定,军人退出现役等,国家给予职业年金补助,计算方法为,军官,文职干部和事官, 按服现役期间,则年度月缴费公资12%的总和计算,义务宾和供给制学员,按本人退出现役时当年下试月缴费公资起点标准的12%,成为以服役月数计算, 其中8%作为单位缴费,4%作为个人缴费,2014年10月1日以后下达退役命令的,由人军队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填制,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才报缴费凭证,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去信息表,和军人职业年金缴费凭证一事三份,一份存档,两份邮寄给本人, 并将按规定标准计算的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和军人职业年金补助会给交于本人,退役军人收到转移凭证和补助资金后,将其中一份转移凭证交给安置单位, 待所在地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启动后,由安置单位按规定申请办理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和军人职业年金转移进去手续。 第二部分,自主的业军官的转业费用,结算,自主的业费用主要包含离,对时一次性结算和转业后每月定期领取两个部分。 其中,一次性结算部分,出包含与计划安置转业盖部同样领取资业费,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退役医疗保险案,还有自主的业补助费,每月定期领取部分有月退役金, 住房补费,独生子女费和东西取卵费等。 具体情况见图表3,01,一次性结算部分与计划安置转业干部相比,主要是多一项自主的业补助费。 自主的业补助费分段计算,均临15周年以内的,均临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的本人员工资。 从第16周年起,均临每满一年发给1.5个月的本人员工资。 不限一时间按周年计算后,剩余月份可按满周年的标准计划,计划自主责业补助费的均临时间,从批证参举之日起,至下达转业命令均日址。 二次入伍的干部,第一次入伍的均临和第二次,入伍的均临可合并计算。 原的地方工作的时间,不计发自主责业补助费。 住房公积金累计余额和基本住房补贴累计余额都一次性发给个人。 需要注意的是住房补贴,失败力腾退均查住房手续方可领取。 均人退医医疗保险,得个人缴费和国家补助本席及均领补助,全部发给本人。 零二,转业后每月定期领取部分包括月退役金,住房补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和冬季取暖飞等。 一月退役金,自主则也并未被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或者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选用为正,是工作人员的军传干部,由安居的政府主月发给退役金。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等,退役金按照国家政策继续发放,涉及社会保障待遇等,按照社会保障政策规定执行。 二,住房补贴,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后来被党和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入用聘用期间的住房补贴, 按照安知的党和国家机关与既针对职务等级相应,或者同等条件人员的住房补贴的规定执行。 计算时间从批者转业的一年,一月一日起,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被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入用聘用以后的住房补贴,按照所在单位的规定执行。 以沙东济南卫力,参照地方公务员标准,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住房补贴,为月基本退役金的35%,负营值946元, 正营值值78元,负团值1226元,正团值1494元,负施值1809元,正施值2158元,技术5级2697元, 技术刺激2966元。 三,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符合条件的领取,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共同承担,各地具体标准不一,一般为每年60元。 四,冬季区暖费,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为就业期间,安置得在发放冬季区暖费的地区和领取冬季区暖费,依据转业时相应职务等级享受。 五,其他,以仓赞补助费和抚恤金,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去世后,区别不同情况, 依次发给本人,生前10个月至40个月的退役金,作为抚恤金和一定数额的退役金作为仓赞补助费。 抚恤金标准,被批准为革命劣势的,为本人生前40个月的退役金,因供死亡的,为本人生前20个月的退役金。 并顾的,为本人生前10个月的退役金,三三补助费标准,本人生前12个月的退役金,二一属生活困难补助金。 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对一属生活是有困难的,由安治的政府按照国家和当地的有关规定发给生活困难补助金。 具体情况,按安治的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经费由安治的政府解决。 此外,自主则业军队转业干部统一参加安治的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 单位缴费部分和公务员医疗补助由安治的政府承担,个人已退役金为计算基数,按规定费率缴乱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 账户基金业额由个人暂存,但建立基本医保后并入个人账户,自主则业军队干部由安治的政府发放月退役金,不再享受最新养劳保险补助。 如果被党政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选用,类正式工作人员的,从向月起停发退役金,按照国家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劳保险和职业年金。 第三部分,实力01,以今年选择自主则业,的政团职盖部朱某和征营职盖部徐某卫力,两人到江苏来金安治,他们的财务经费计算和领取如下。 朱某,1992,年9月入五,政团18档,少校四档,在部的容力两个三等功,企发比例完91%,徐某,1999年12月入五,正名13档,少校五档。 在部队容力一个三等功,企发比例完84%,具体情况建图表4,02,计划安置和自主则业两种安置方式,的转叶被结算对比情况,建图表5。